朋友们好,我是北京山家行 您瞅瞅,我家的炸酱面是这么做的 虽然是鸡蛋素炸酱,但是我可爱吃了 一步是热锅凉油,将鸡蛋打散 下锅炸完后再盛出 第二步,先将干黄酱,提前用水或吸了 锅内倒上油,先放上一粒大料炸酱 倒入葱姜蒜炕锅,然后倒入过吸了的黄酱 但是这个必须要勤搅动 第三步,倒入黄酱以后 用铲子不停的搅动,以防扒锅 用时捏半个小时后 第四步,倒一点酱油上色 第五步,将打散的鸡蛋倒入黄酱中 此时要不停的搅动,以防扒锅 第六步,将锅中的水汽全部熬干,就可以盛在碗中了 一碗香喷喷的炸酱就做好了 虽然是一碗炸酱,但各村有各村的高招 您家是怎么做的呢?说出来听听吧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交流 请关注北京山家行